好了,來到第二段,說回香港樂壇,為何會這麼衰落呢? 而在過去的十多年甚至二十年 是慢慢慢慢看著發生的 當然,一些年輕的朋友就未必能夠察覺得那麼重要 因為你未必經歷過八、九十年代很輝煌的日子 看不到對比 加上近年,很多年輕人都不太聽廣東歌或中文歌 其實我記得1998年 當時J-Pub還是領導的 Candle Pub還是蠻蓬勃的 但剛才剛開始聽到一些韓國歌手彈出來 第一批K-Pub歌手,包括Rain,Boa,朴智仁 每個人都看得、跳得、唱得 MV都拍得不錯 所以覺得韓國有流行音樂的嗎? 都覺得挺特別的 小時候都想不到 在二十年之後 變成不單是領導亞洲 今天是全球 每一個角落頭的年輕男女都瘋魔 我真的想不到,這是一個奇蹟 所以你會看到 此起彼樂的現象是很厲害的 因為當時韓國人是看香港電影的 現在還哪有這支歌仔唱的 所以韓國這十幾年的奇蹟 的確看到很厲害 韓國是很成功 連J-Pub都不夠 已經是爭了不知多少個馬位 所以香港更加不能夠独善其身 跌鑊已經是意料之內的事 其實台灣的音樂 曾經在二千年初 有過一個 都不是小陽春,是大陽春 那時候曾經有很多香港的年輕樂迷 都瘋魔台灣的國語歌 當時有很多,例如 無論是周杰倫、孫燕之、FIR等等 一堆很多 都很瘋魔 台灣都跌了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香港樂壇的衰退或衰落 就不是一個獨有的香港的現象 但香港是衰退的特別厲害 這個是事實 但韓國的一枝獨首 亦都被我們看到 其實應該是借鏡的 到底為什麼人家這麼成功 當然水平是沒得說的 因為韓國現在的水平是抵它發的 無論他們的聲色藝 音樂和MV的製作水平 超級到國際級有得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不進則退 現在的showbiz的標準 都不可以用十幾十年前的標準 現在一定要去到那個level 你才會覺得這樣才是 但是香港在無論是投資策略 資金的注入 資源 人才培訓 全部都是不足的情況下 怎麼會有真正的高水平的產生出來呢 加上大概十年前 媒體的生態也有所改變 也有很多朋友說 近年的廣東歌沒有那麼好聽 以前的中文歌比較好聽 我不反對這個事實 但是也不完全適合 因為有些真的好聽 變成沒有人留意到 因為實在廣東歌的影響力已經小了很多 留意中文歌、廣東歌的朋友的人也少了很多 而令到他們能夠 引起出來 讓大家欣賞到的機會也少了很多 但是也因為 要提一提的就是 當時香港在九十年代 其實有一個項目我要提出 Cantle Pub與世界脫軌 追溯到九十年代 或者八十年代 其實很多時候一直都是成功的 那些什麼廣東歌呢 我想有八成 或者七至八成都是一些改編歌 所以這些改編歌 無論是改編英文也好 改編日文也好 都不是本地的創作 甚至他們可以連編曲都搬自過自 那樣去做完 換了廣東話 就很興奮 所以這個雖然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但是去到九四年左右 當時商台就做了一個決定 因為當時的商台是 都很有影響力 很呼風喚雨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由某月某日 開始就不再播這個 改編歌 Cover version 只是播香港本地人的創作的歌 原創歌 那時候的唱片公司 陣腳大亂 無端端哪來的都原創歌 以前要捧一個歌聲 很容易 看最近外國有什麼歌 好聽 就翻唱了 這首歌適合我這首歌 那首歌適合我這首歌 就翻唱了 多麼簡單 編曲抄了 改了歌詞 就搞定 突然間需要大量的原創歌曲 所以那時候就令到 突然間出發點是很好 可以推動本地的原創文化 但是這個一刀切的做法 就有一點 就真的令到香港的流行音樂 逐步開始變成 就是少了一些外國音樂的 input 而外國很多音樂都真的很棒 因為他們已經有很大量的 talent 去做幕後創作 而當這個情況出現之後 往後的幾年 香港的本地的創作 雖然都有高質的作品 但是慢慢就開始形成了 香港的Candle Pop 就開始越來越有一個 本地的一陣鎚 或者本地的那種類似K歌文化等等 這些東西 那這件事 繼續有一些很成功的作品 包括一些小弟的作品 但是好像去到那時候 我自己也會寫一些歌 叫做死性不改 其實都是因為當時很流行 這類型的K歌的作品 就是看到市場的需求去寫出來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很多一些 去到2000年頭 2000幾年 已經是那個K歌市場 去到一個百業化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覺是 打開心機 很多歌都是那種K歌文化 已經是慢慢跟外國的音樂 是脫軌得很厲害 那這件事 就其實是令到 香港的音樂 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說 很單一化 曲風的選擇不多 那個文化水平 不能夠繼續去 不能夠去發展得很高 所以去到 但是當然 2000年頭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原來 台灣的音樂水平開始提升 他們的音樂水平 雖然也有台灣的特色 但是相對來說 沒有跟外國脫折得那麼厲害 所以 你會看到 香港的音樂水平 就好像 突破不了某個位置 到K歌文化的人聽到 驗了的時候 就全市場沒有了方向 你再作K歌又沒有 你作其他款又沒有 作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做什麼 那樣的情況之下 就算那時候 你再去 那時候 那時候外國流行些什麼 你去Cover嗎 其實 都已經 回不了頭 好像80年代那樣 加上那時候 外國的音樂 就是正直 那些Rap Hip Hop的文化 開始抬頭得很厲害 而很多英文歌 都是不適合去做Cover 其實80、90年代很多英文歌 包括日文歌 都是很適合 Cover做廣東話 或者中文 去到2000年頭 文化已經不同了 所以這個 Cantle Pub 和世界脫軌這件事情 也是其中一樣 就是我之前提到 很多外資公司 是沒有在本地的文化土壤去吃肥 也是後來看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香港的文化 或者人才 是有一種不夠水平 可以去到 和其他地方 能夠去 輸出 然後給其他地方的人 是會欣賞到 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聽到 就算你的語言和我不同 我都會很有共鳴 好像今天的KPOP 我們不會聽韓文 但都會聽到韓了 但你會看到 韓國在那時候的水平 就不斷地去提升 而且他們是 做到自己本地的特色之餘 和外國全球的音樂 是接到鬼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 香港那個音樂 只是單靠內銷 但內銷都不振的時候 就出事了 所以有些人問 為什麼以前的音樂好聽 以前的音樂好聽 是有它的原因 但是以前的香港的音樂 一直都有一個方向 去給這裏的做幕後 或者唱片公司 很有信心去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而去到某個位 沒有了方向 沒有了信心 沒有了那種氣場的時候 因為音樂都是一種 和人連結和溝通的工具 當你沒有了方向的時候 你不知道用什麼可以和人溝通到 而能夠令到人產生共鳴 而這件事就是 轉了入一個 大家都迷失了的位置 無論你去做什麼出來 都好像得不到那份共鳴 但是你去做回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成功的東西 你又不能夠去回那時候 那種 因為你不如聽回那時候的歌 就等於流行經典五十年 大家就在懷免懷舊 反而你要聽 那時候好聽就算了 大把你聽 你再寫一些新的出來 都不夠那時候才好聽 所以這個失去的方向 和這個市場的動力方向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點要講講的就是 社會和媒體的風氣 這件事其實在大概二千年頭 慢慢玩我們可以看到 又是另外一個出事的情況 就是媒體變得很負面 甚至當時的歌曲都開始變得很負面 很多死人塌樓 那些很慘 投訴很多東西 失戀很多歌 但是社會的風氣又是這樣 媒體的風氣又是這樣 經常的新聞都是講壞事 或者是有哪個藝人 可能是 總之你會找他的東西 挖出來說 誰比較紅 就馬上看他有什麼壞事 亦都令到形象插水 等等這些 太多媒體社會風氣 令到好像大家覺得 娛樂圈就是這樣 娛樂圈就是看緋聞才過癮 變成娛樂圈 娛樂人那些已經不是音樂 不是有高水平的音樂和電影 或者是舞台表演 而是緋聞 緋聞就是娛樂人的最佳娛樂 所以這個風氣一直維持了很多年 亦都是傷害到整個showbiz的生態很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雪上加傷 所以是令到做藝人的都很難 很大壓力 成功的佔好少數 有很多不成功的 不代表他沒有才華 但他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 也都單靠他們的唱片公司的經理人 都不能夠去支撐著 因為整個媒體是充滿了這種能量和影響力 所以就很可悲的 很可悲的 最後也都講一講 這個是互聯網和傳統的媒體 因為互聯網的興起之後 實在是大家選擇多了很多很多很多 而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是小了很多很多很多 這是已經浮現出來的 所以現在傳統媒體 基本上電台沒有什麼影響力 為什麼曾經香港的音樂能夠這麼容易 一首金曲全城都會唱 因為當時的媒體是很有影響力的 而早期的媒體都很齊心 大家會覺得那首歌是好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播放 所以你打開無論哪一間電台 電視台你都會聽到那首歌 很快那首歌就會出現出來 去到後期一點的時候 已經是好像整個媒體的身體 都變得很惡性競爭 不同的電台會有自己的取向 不同的電台會覺得 我選這首是金曲 你選那首是金曲 就變得好像是不能夠 變得很慘 唱片公司也都是 我做這首歌就用來取悅這個電台 做那首歌就用來取悅那個電台 而本來做音樂、唱片、電台和媒體 是純齒相依的 大家是好朋友來的 因為是缺一不可 媒體不可以失去內容 但是唱片公司藝人 也不可以失去媒體去推廣他們 其實大家應該是好好地合作 但是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就是好像有一點是 大家好像覺得媒體有一點高高在上 於是唱片公司或者什麼 就要去配合媒體 去取悅媒體 後來搞到風氣已經去到 結果就是一團散沙 一團散沙 對於整個industry 是沒有一些好處都沒有 對於聽眾樂迷更加沒有好處 去到十年前 TVB也跟很多唱片公司的版權關係 於是大家變成很多藝人 就不會再上TVB 現在最近好一點 但是最近大家又和和好 因為TVB改朝換代之後 於是又健康了很多 積極很多 正面很多 which is very good 也要為這件事拍手 但是事隔十年 這十年裡面 雪上加霜的霜 已經積到了 不知道它在哪裡 所以能不能因為單一 又可以扭轉整件事 實在是絕對不容易 我們又會看到 ViuTV近來做得不錯 好像又會帶來一些生氣 最近星夢傳奇又做得不錯 帶來一些生氣 但是這些生氣 能不能在短期內扭轉了過去二十年的雪和霜 這件事我現在答不到你了 因為現在我們還未看到一個很強烈的信號 是說香港樂壇已經重震 所以我這兩部分說了這麼多的原因 都是加加起來 而且他們是緊扣牽連的 都令到香港樂壇一直衰落到現在 他們全部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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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情況 其實我們其實很多朋友 我想你沒看過我這兩條片 實在都不知道為什麼香港的樂壇 香港的showbiz是會衰落到這樣 我想你現在開始有一點概念 所以其實我也不會給到一個很實在的解決 是不是可以這樣扭轉這些東西就可以康復呢 不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緊扣的 香港的很多生態都倒閉了 反過來看韓國是否因為純粹K-pop的成功 就是單一的成功 不是因為韓國的演藝事業是扣著全個國家的其他東西一起起飛的 包括電子產業、整容、美容、時裝、旅遊 全部是一起互相牽連地去起飛的 因為showbiz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所以大家是緊構地互相牽連地帶起的 所以香港現在的問題絕對不只是在香港的showbiz裏面 但香港的showbiz為什麼倒閉了下來 我覺得我已經cover了起碼八、九成的東西了 所以大家起碼明白了之後 都不用... 起碼得個G字先 因為我都頗相信我現在說的這兩條片 你不會在別的地方有人說到我這麼全面 可以告訴你為什麼香港的音樂工業 會在過去倒閉到今天這樣的情況 這是一個很全面的分析 但我也希望熱愛香港樂壇的朋友 可以每一天都留意多些 給多些正念給我們香港 不單止只是音樂 是很多香港的都失閥得很慘的行業 然後就可以慢慢將全香港很多的東西都帶動起來 因為一起就不是一個行業起的了 是一起起的嘛 所以是給大家一些正念 希望大家祝福加持香港 還有香港今年的奧運 有這麼好的成績 是不是代表了我們將會有些運氣呢 我希望啦 OK 所以這兩部分的分析先說到這麼多 如果我講漏了些什麼 明天慢慢再補充吧 希望明天再留意一下我的其他的談論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有什麼問題或者留言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希望你們訂閱我這個頻道和點讚 OK 再見 拜拜